不断翻搅锅里面线 一勺一勺装进碗里 板桥知名的油库口 位在文化路一段188项 而未来这一排建筑 可能全会改建 老店恐怕得换纸经营 油库口都是更新案 是一个自立更新案 那么过去的整个过程 原本是要以围绕的方式 来进行推动 最后中心介入了之后 希望它能扩大范围 这起读个案大约676平 屋龄48年属于前后排联动的 四层公寓 一共有40户 目前散四户同意读耕 只用两周的时间 就完成前期的资金筹集 还对十几年纪的读耕有印象 当然他们经过十年 也是还会有存有 想要读耕的这种印象 同样位在这一排建筑的 还有知名主厨郭主义的餐厅 四川水煮牛 焦脂白肉 一道道经典菜色 掳获不少老涛的味 未来读耕得搬迁 让他倍感不舍 日本经营大概19年了 然后因为外面听到 要都更的话 当时也是要都更 那就心里一定会不舍的 因为客人也都知道这个地方 假如以后要都更的话 我可能餐厅会继续另外找 悲恶地方 再继续把它经营下去 这块基地位在精华地段 周围新岸行情单屏六字头 房仲预估这一排老屋 如果推出中大屏数的豪宅 房价有望上看七字头 三连新闻过去宣传为新北采访报导 咱们这边是否也不是 笔费 图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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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费